这看着有塞头 啊有塞头 这没手 这没手 不巧啊这是鸡皮 这是相当的完美 当专家打开棺口时 只见一具漆黑的骨架映入眼帘 身边放着一瓶精铁锻造的葡萄 包店 那是建立的 那肯定是建立的 虽然已过百年 仍旧寒光鼎烈 就在众人疑惑墓主人的身份时 角落里的墓质名上赫然刻着 水波梁山杨公六个大字 杨智 这是轻面受杨智的坟 可为何他会孤零零的葬在这里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释 墓中的陪葬品 道出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真相 原来杨智真的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梁山的灭亡与他有着直接关系 1994年某天下午 位于河南几元龙潭湖的施工现场 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 民工们正在清理土坊时 意外挖到几块青砖 那石头又硬又长 表面还长满了苔藓 这是个啥 好奇之下 几人继续往下挖 一小时后 一座青砖弃旧的大墓 毅然屹立在众人面前 赶快通知包工头 挖到坟了 很快县陶古队就抵达了现场 经过一番观察 专家们惊喜地发现 这竟是一座典型的数学土坑大墓 从入口到永道 全都是由青砖砌成 堪称是密不透风 豪华得很 提着手电往里走 约满两分钟后 看到了一间圆形的墓室 穷顶上雕刻着瘦头 预示着墓主人生前极有可能纵横沙场 统帅万马千兵 由于经历千年的地下水侵蚀 正中央的棺果早已裂出了许多窟窿 好在周边并没有发现稻洞 清理完上面的尘土后 棺材被徐徐打开 下一秒 一股刺鼻的霉味扑鼻而来 枪的人直咳嗽 在手电微弱的光芒下 一具漆黑的骨架斜躺在枕头上 大腿骨粗壮有力远超常人 旁边一道寒光射来 定睛一看 居然是一把葡萄 长约50厘米 冯立冲透着锐气 把手部位早已绣迹斑斑 但刀刃处却依旧射人心魄 这到底是哪位将军的墓 怎么会埋在这穷山恶水处 接下来 考古人员清理了关中的陪葬品 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 除了十几串宋代流通的钱币外 连个像样的银器都没有 建这么好的坟 却葬得如此穷酸 这可真是奇得怪了 忽然间 角落里传来一声惊呼 墓主人是杨志 凉山坡的大英雄 来来来 接住 先别放箱子 放外面包好 别当别当别当 放在猪板上 当专家打开棺果时 只见一具漆黑的骨架映入眼帘 身边放着一柄精铁锻造的葡萄 包箭 那是这样的 那肯定是这样的 虽然已过百年 仍旧寒光鼎烈 就在众人疑惑墓主人的身份时 角落里的墓志明上赫然刻着水坡梁山杨公六个大字 在当天的考古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了一尊青石墓志明 其上用楷书洋洋洒洒的刻了数百字 最右边提到 故赠登州防御史杨公穆杰 翻译过来就是写给前登州防御史杨公的墓志明 在前两行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杨志水坡梁山等字 众所周知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是一本人为编撰的小说 其中的情节人物大都是民间口耳相传的 但作为天罡星中的成员 杨志宋江吴用卢俊义等36人 乃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 这点在宋史中有着明确记载 据史料记载 宋徽宗宣河三年五月 为了捉拿孝聚梁山坡的贼寇 海州之府张淑叶设下伏兵 围斤了宋江一伙 激战过后 宋江投降 从此山东恢复太平 处于昭安的目的 皇帝宋徽宗给他们每个人加官尽赏 为此 当地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36人同败绝 靠着朝廷这棵大树 宋江等人过上了新贵的生活 但很快 边关就燃起了狼烟 原来是金国大军打来了 张着兵强马壮 金人把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 前军一发之际 杨智接到了上阵杀敌的命令 作为梁山出了名的好汉 青面兽刚一登场 就引起了敌人胆寒 时任主帅的老将仲诗忠 更是把开路先锋的重任给了他 谁料 接下来的画面 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杨智不仅败了 而且还不顾身后的战友 骑着马就从小路逃命去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难不成 历史上的梁山好汉 全都是乌合之众 当专家打开棺果时 只见一具漆黑的骨架映入眼帘 身旁放着一柄精铁锻造的葡萄 虽然已过百年 仍旧寒光鼎烈 就在众人疑惑墓主人的身份时 角落里的墓制名上 赫然刻着水泼梁山 杨公六个大字 提起梁山好汉 众人脑海中 往往浮现武松打虎 鲁之山倒拔垂扬柳 林冲风雪山神庙等经典场面 在民间杜撰中 一百零八将 各个武艺不凡 豪气冲天 打得那高球铜冠之流 丢盔弃甲 更是逼得朝廷亲下昭安圣旨 但实际上 历史上的原形不过三十六人 包含了忽宝义宋江 于其林卢俊义 智多星无用 大刀观胜等主要角色 而且上述人在昭安后 集体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唯一在后续战争中出现的 就是青面兽扬治 在宋代文人的笔下 他不仅刀法一般 而且贪生怕死 最终导致宋军全线溃败 老将众师中战死沙场 毫无一点小说中描述的本事 难不成 宋江卢俊义等人 也是因为太过平庸 才在昭安后原形毕露 泯然中矣的 带着这个前所未有的想法 研究人员又重新翻阅了相关史料 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在一本名为《梁西集中》的著作中 有这样一段话 诸将散意 制毒收集残兵 宝具平安 屡次立功 杀退敌马 礼须击赏 翻译成今天的话 太原保卫战中 面对浩浩荡荡的金兵 宋军这边不战自愧 将军们都一个个偷跑了 只有杨志一边抵抗 一边收集残兵 整军备战 凭借高超的武艺 数次杀退金人 保家卫国 相较于宋代文人的记录 这篇《梁西集》更加有说服力 因为他的作者名叫李康 乃是北宋明臣 亲自指挥了这场太原保卫战 只不过令人痛惜的是 由于朝廷腐败 兵力悬殊 杨志唯一的女儿 也被金人掳走 下落不明 再后来 这位梁山好汉战死沙场 为了感念他的恩德 世神们捐款捐物 修缠了这座庞大的墓葬 但由于平日里连节上午 杨志琳死时 只有自己的宝刀在侧 于是便出现了 开头矛盾的一幕 至于剩余的宋江 卢俊逸等人 小说中 他们的本事更大 武功更强 为何没有在抗金中出现 只能留给后人去解释了 对于这位传奇人物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